从明年起到2029年 幼儿培育署将同五家主要业者提供多达4万个学前教育学额 当中包括6000个托婴服务名额 这也意味着获政府资助的学前教育中心 可为八成儿童提供学前教育 比目前的65%高 来看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马善高在学前教育庆祝活动上表示 过去十年学前教育中心的主要业者已增加6万个学前教育学额 从2025年到2029年 名额将进一步增加约4万个以应付需求 为鼓励较低收入家庭让孩子接受学前教育 政府早前宣布为所有家庭月入在6000元及以下的孩童 提供额外托耳津贴 这项措施下个月起生效 估计1万7000名孩童将收费 家长在主要业者经营的学前教育中心 支付的学费将介于3元到115元 或不超过收入的2% 今天申请过程也将逐步简化 为了支持学前教育业者提升水平 当局推出更新版学前教育认证框架 着重于教学和学习 学前教育中心在设计项目时将有更多弹性 同时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提升质量 在更新版的框架下获得认证资格的中心 每年可提成自我评估和改进计划 而无需等待每六年一次的评估 才申请更新资格 另外新加坡幼儿教师学会 也更新了幼儿教师的专业守则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思玄报道